憑空想像,有記多少上都是 第一個,集體智慧群被解放 我跟大家報告,什麼叫做集體智慧群 集體智慧群禁令解除之後 它的差別就在另外,它可以擴充它的軍備 也就是說它解水瓶,不要說一燒 燒服役一年就要退休了,不用了 第二,如果台灣被中國用武力侵犯,日本也被拿過來 它在第一時間,第一發炮彈的時候 派那個什麼,飛機、軍艦,就是美國那邊的 這個什麼,琉球前島那裡的那個什麼 美軍的那個什麼,加爽亞基地的飛機 全部都可以拿來寫到台灣,插飛就在這裡 如果禁令沒有解除,日本只能看著,終於是 如果台灣真的無憂無故,搞成宣護台灣武力的話 如果有一天這樣,發生這個事情的話 這假設性的話 那,重點在這裡 為什麼要把,我把這個集體智慧 其實跟台灣,掛在一起 我告訴大家 歐巴馬還有宣護一題 釣魚台夢,在美日安保學地第五條的範圍面 什麼叫做美日安保學地的範圍面 好,就有一次那個 就有記者就問那個 再一次,讀賣星人 就問那個歐巴馬說 那個美國總統先生 請問一下 如果中國用武力 來奪島,命會怎麼進來 我們會請我們所有的力量 把島炸爛了 我們也要把藥毀满 這是第一個問題 那是這樣子 第二個問題 又有一個記者又問的一個 好,是中國的武力進來 如果是中華民國的武力呢 後來他怎麼說 你知道後來怎麼說嗎 他說 我們美國也視同外國舞弊 聽得懂嗎 視同外國舞弊 也就是說 這個是指日本人 日本會跟美國 想盡辦法打這些侵入 屬於日本民國的福利 這樣我聽得懂 所以我剛剛講說 為什麼被掌聲的原因在這裡 台灣 準備要新生命的戰勝 好,再來 我們再討論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 美國 美國的 戰獨立 美國 其實 他 部屬亞太 他們在策劃這個亞太 戰略在地上 其實他們 他們 那個 這個 設計得非常的忠誉 因為畢竟他們是 戰爭民族 戰爭的國家 每年 幾乎每一任總統都要打仗 好像中間只有一個 只有克林頓沒有在 只有他克林頓在搞經濟 其他都在打仗 從老夫妻 小夫妻 到 到 現在 克林頓 那個歐巴馬 他也要有 他也要討論他的歷史定位 所以他在 日本就宣布 我要親自主導 亞太在地的戰爭 他要親自主導 你們放心 我不是丟給日本 你們放心 我要親自來主導 是爽的 爽的 從那個飛完之後 就飛到哪裡 往南邊去 然後菲律賓 往馬來西亞 其他國家去 那到了菲律賓講什麼 我們美軍要從哪裡 蘇里克灣 是講是輪替式的 其實 輪替式是比較省錢的 所以美國人也在精算 所以歐巴馬這次聰明了 學聰明了 他再回到亞太 他用最節省的經費 因為還可以在這個 這件事情 還又可以賺到錢 好厲害 用挖錢來賺錢 他就在他的錢率裡面 放下 放一點 放一點 好 那美軍要到台灣 那六月份 六月份就 美國就偷偷地進來 偷偷地往進來 然後那個 李署長知道這個消息的時候 馬上就傳傳訊給我們 美軍來了 美軍來了 如果你看到什麼時候 你們那個就是 小兵團 他說你們看美軍的人員 不要看說 他是外國人的樣子 他不是美軍 不是 東方人 有些是東方的耶 像我們這樣 你完全看不出來 他是 美國人還是 美術於美國人 還是怎麼樣 你看不出來 沒有幾天 八夜 我們就等 金虎路 內湖金虎路 我們 美軍要進駐的事 我不曉得 他會不會高調進來 還是低調進來 我不知道美國的政策 策略是什麼 我不清楚 他不會告訴我們 反正他就會告訴你說 我們什麼時候會來吧 他會告訴我們 就好像美軍要來 六月份要來 是秘書長在元旦 我們在這邊 大教室那天 王長哥 我們在辦一個 元旦的營訓會 秘書長有幾個重要的談話 他就說 我們支持 我們也歡迎美國 美軍 六月份 我們來 我們收信心很緊張 那我沒有來的時候 怎麼辦 他這倒楣 他已經講出來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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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心裡是很坦克 另外一個意思 他說 美國總統 將會在四月二十號 來到日本 宣布重要的宣傳 就是這個基地 這個危險的事情 哇賽 這個 還沒有看到的東西 我們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是要相信 還是要怎麼樣 不敢先床 萬一到時候 沒有 夠空了 或是被人家罵死 結果真的發生了 四月二十三號 來到日本 四月二十四號宣布 當初最晚的三天 好 算晚的三天 四月二十號 秘書長講 四月二十號 會 會 然後晚的三天 可以可以 不好意思 下課十分焦糖 那就休息到四十五分好不好 可以嗎 好 好 可以 可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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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講一下 後面都是低導的聲音 大概要喊兩層 聽不到什麼聲音 應該不能 所以我喊 不盡量 後面能聽得到的話 就 不盡量 我們在 因為我從三仙台過了 因為我們沒有人去過三仙台 國際景點 我老大到那個青春武術 最近打不掉了 那個大家可不可以知道 就是新年輕人 那我們就在他的正台店 那三仙台 這是我們的重要點 就是床會的官方式 我們在營業 尤其是國際 我們還來成功運航 就是台灣未來的方向 重要的一個技術 它跟著天然之一 就是這樣 有一天 我們在部落裡面 就跟部落人來講解 我們來討論他是不是透過協會的方式 一起跟這個 中國美國政府的分析一些比算 還會有什麼部落 還會造型的動作 一些文化 他們能夠幫助官司幫助一些 一些事務 我們就是獨家 開始拜訪的部落人 我們就說獨家 就在一些願意 一起立場 那些人會想 那一些人 這樣 獨心獨自 所以我們這些部落人 回答我們的時候 他說 好啊 我們支持你們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動作 這樣的一個計畫 但是呢 你等經費下來之後 再跟我們分配的問題 那我為什麼要講這個故事 其實目前在台灣 很遠 在 知道這個台灣民政 所揮動的這些 台灣的未來 沒有太多 所以為什麼講說 你們是先知先前 是台灣人 幸福未來 耶穌長講說的 革命先行者 革命先行者 革命先行者就應該 我認為 我認為是個人的 商店 應該要被人家 不要講說特權 應該被國家所 因為台灣有太多這種 觀望 他支持人 他認同人 他有辦法 放駁你的法理 的時候 他唯一的做法就是 等著 等你們成功再說吧 像我們願意來到這個地方上課 花了自己的遮錢 花了自己的錢 要報名 去學習這個法理 這種 能夠 就是 行動的能夠 去執行 真的是 在台灣人物的比例來講 也是相當的實用 甚至於 有的人 來會跟我們 辯論 辯論 辯到最後 他不知道怎麼辯論的時候 就用群序的 跟體育 來 只能往 我們在 在我們 當我們回去的時候 如果你認同 這樣可以 回去的時候 我們遇到很多奇蹟會 會太遠了 那我想 講到這裡 應該也會大概自己 那 最值得讓我佩服的是 三年以前 像秘書長有說 他們已經5.9年了 這些人 雖然有些人就 半途去下車 那是他們的選擇 尊重 但是我想 我們堅持到現在 曙光 在一起 你們算是比較 信仁 比起 那個三年前 來到這邊 三年 真的是 你們看到的東西 會比他們更多 因為他們 純粹是一種信仰的力量 他們認為說 台灣要改變 在原有的體制 的 這架構下 不可能有出入 你們說對不對 對 因為 從蔣介石的年代 蔣經國 一直到了李登輝 陳水扁 李登輝搞什麼 兩國論 有用嗎 用中華民國的名義去深情 成為一個主權民家 有用嗎 沒有用 他們試過了 我們的高水民試過了 世界各國 不會去承認 台灣 在中華民國的架構體制下 成為一個主權民國 六指頭當時可以 你們 中國是中國 台南是台灣 可是 這個論出台很像 可是 魔鬼就在細節裡面 你說對不對 如果我們對法理不是很清楚的話 就可能會變騙子 所以 陳水扁先生 曾經發生過一件事情 不曉得 李登輝講過這個故事 有聽過的 等於一次 陳水扁在2004年 第二任 接行的票數 移過 宋楚瑜跟連戰的母組 當然 那時候的陳文 其實是在媒體 跟全台灣的母組 甚至於世界都有母組 台灣人 像說 我們不能讓陳水扁 趁心努力 我們不要承認他的當局 就開始道理 他就說 我們要佔領 中國的大道 所以 連戰的宋楚瑜 跟著過去了 他們就號召了 就不知道了 晚上誰出面來制止了這件事情 你知道嗎 誰出面制止了這件事情 是馬英九先生出面制止了這些群眾的運動 美國那邊 在12點 就是剛好他們上班時間 美國就拍了一張貨店 給陳水扁說 恭喜你當選台灣當局的領導人 馬英九聽到這個消息之後 就開始 怎麼樣 就去找田先生 歌頌先生 他們的畢視立場 馬英九還不高興 就拍著 不告訴這些老公子 美國也一直認真 說 你們不要再鬧了 所以 因此 你再鬧你的意思 變成說 所以 所以 一件事情 凸顯了一件事情 這 陳水扁在接近自己的時候 有寫了一東西 他就說 我為什麼在當總統的時候 我背後總是有一種 莫名的壓力 表面上 我好像沒有出水 叫他怎麼做 事實上 他想做什麼事情 我就說 不行 那樣不行 這樣不行 這是他被 在建議裡面 慢慢慢慢去思考 啊 原來 後來 秘書長會告訴他說 我告訴你 你回去 重新把 駐機上和平表約 吳一斗 我告訴你台灣的真正地位是什麼 喔 你看 台灣是 美國的佔領 所以美國還是主要的佔領權 對不對 所以 陳水扁現在在一週 領悟了這個道理 那 我也同期他的遭運 事實上 中國人是不應該這樣對待的 因為他們是沒有對待的 但是 美國現在還沒有 還在運作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 什麼事情可以幫忙做 有一次我坐計程車 從車站來到這邊 的時候 來跟我們這邊 上課的時候 有一個計程證書 告訴我 台灣要被中國佔頓了 你們 你們政府為什麼都不有動作 你說 如果不可以中國 我就告訴他們 說 我們的立場很簡單 有關中國人的事情 我們沒有權力去干涉 他們要搞同意 我們也要拜託 去主任他們 如果要做事 但是事實上告訴我們 就是 中國人的事情 由他們中國人去處理 台灣人的事情 我們要跟美國跟日本來交涉 因為台灣的問題 不是中國的問題 是 我們台灣人 跟美國人 我們的對象 不要再往中國去 因為那是錯誤的方向 我們要針對什麼 針對 美國 針對 針對 針對什麼 法理 針對什麼 就機場合併 針對什麼 罵官 台灣人 所以人家說 美國雖然是 日本戰敗 美國戰勝 他是日本的政府 如果你們 舊機商合併條約是 什麼國家 跟什麼國家在簽 有沒有人知道 這個內容 討論的內容 針對什麼樣的國學來簽 很多的台灣的學者 一直到一次迷惑我們台灣的人 說這是盟軍跟日本簽的錯 這是完全錯誤的 是美國跟日本簽的錯 太平洋戰爭是美國跟日本的戰爭 事實上 說實在 中國跟蘇聯 是後來 戰爭要結束了 才出來 然後我們要跟日本的戰爭 真正的 有合法的先戰爭 是美國跟日本 其他只是盟軍 這個就是聯合國裡面第五條 集體智慧情 也就是說 我一個打不過那個人 我太繞了 我太繞了幾個國家 越來越多 減少我們資源的損失 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好 我們回到我們今天的內容 主要的課程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從各國的利益中 看到台灣的未來 為什麼要從各國的利益來看台灣的未來 為什麼 這個時候是十幾年 我們這個時候 我想上天 天佑台灣 我們台灣人受補派處 68年 在美國的司法判決說 台灣人算是處在 怎麼樣的政治念語 就是有個司法判決 我們現在還處在政治念語 也就是說 中華民國不應 只能讓中華民國體制在台灣 一天 我們就是在受什麼 受試驗 我們就是在受什麼 這個 如第一般的那種謀劣 是對我們台灣人非常過敏 好 那麼 各國追求的是什麼利益 其實在新聞裡面 我們可以常常看到 最終的利益 東海 東海的釣魚台 發生了什麼 日本跟中國爭取什麼 釣魚台 表面上是講主權 事實上大家講主權 主要的目的是什麼 是主權以下的是什麼 石油 什麼是石油 他有一些 可能 冰啊 什麼大肥油 還有一些 一些礦子 好 南海有什麼 越南跟中國 衝撞是為了什麼 石油 都是石油 都是為了石油 為什麼 告訴大家 中國 跟日本 他們都是比較沒有石油 他們欠石油 他們對石油的那種欺准 非常大 光是一個釣魚台那邊的石油 就可以多給中國 中國這麼多人 十三 十五億 全中國要使用石油的量 是非常大的 你知道光是中國 他可以在 他要如果開採 釣魚台那邊的石油 他們可以使用什麼 你知道嗎 八十年 釣魚台的這個 印藏量是 全面 去中東之後 第二個 那個 印藏量最高的 就是這個 一區 就是一個釣魚台區 而已 然後南海呢 南海你看像去年 越南為什麼要對中國 這麼 這麼嗆 他要跟蘇聯買武器 又要跟美術 買武器 要增強他的什麼 海權的力量 為的是什麼 他也不怕中國 要打進去 為什麼 越南還沒有爬到我們的西沙群島 還沒有到西沙群島 西沙群島還是離中 越南近 離南的海南近 還沒有到南沙群島 我們的太平島 我們原本是西沙 南沙 中華民國曾經在南海是霸天 那蔣介石的年代的十一段線 是怎麼畫的 沒有很多 我可以跟你講 沿著越南的陸中 海南島 沿著越南的陰海 一直畫到馬來西亞 印尼 一直到北嶺 這樣上來到海岸 這就是十一段線 中國現在喊九段線 這不包含南海那一段線 他們從裡面開始畫 中國說 南海是武 都是用法 你要拿什麼來喊 拿武器 所以為什麼 其實我們看到那個 遼民號 遼民號是不是 是一個廢點 我們不討論 我們他只要想說 我們他只要嗆聲說 我們亞洲有 航空母艦的國家 中國已經是 屬於航空母艦 航空母艦 航空母艦代表想 他可以走透透 好清楚 可以好清楚 但是呢 美國人 他們非常堅強 他是願意讓 怎麼樣 讓中國走出哪裡 太平洋 走出哪裡 那個 那個 為什麼 中國 自古以來 他是一個陸權的國家 他走不出太平洋 因為第一島鏈 已經把他封鎖死死了 就是 其實第一島鏈 是在1945年 那個美國 那個國務卿 杜勒斯 就已經把他畫出來 畫那個第一島鏈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怎麼樣 就是要綁廢共產集團 美國才是最大的防禁 我們一直認為 說是蔣介石是最大的防禁 沒錯 其實蔣介石是 跟整美國人的防禁 所以他沒得 因為蔣介石拿的 都是美國的免住 美國的武器 所以他補得不怎麼樣 因為他不願意投降 他不願意跟蔣毛毛澤東投降 所以只好 就聽美國人的話 那美國人說 要不然 那個蔣介石 那時候 他已經被打到 已經要離開的人 他只剩下搜尋金 跟奧子長線 那時候蔣介石就跟 那時候蔣介石跟菲律賓的總統很好 他就跟菲律賓總統合作 我們不能流亡到什麼 菲律賓 就像這個什麼 那個法國那個什麼 法國政府在福利賓一樣 那個菲律賓總統回答他說 可以啊 一個禮拜你就要走 然後菲律賓總統 他就開始找 可以 可以怎麼樣 撤退的地方 就只好找到美 我們沒遇到去啊 怎麼跟人家 我說要不要台灣 給他用 那麼就只好 把這個法國完成 這個是 這個 這樣的一個 不得已的一個 情景 那時候蔣介石就來到台灣 其實那時候的台灣人 不厭力讓中國人來 給台灣人來帶來 為什麼你們知道嗎 因為蔣介石帶來的這批人 要進來要管理台灣這一陣子 這一陣子 那個狀況是整個人 跟大家報告 那時候台灣是被日本天皇 當地國下的台灣人 接受的是一個很高的教育 高溫靈的教育 可是準備要來同時台灣的人 他們是實際那種 沒有教育 受教育 司機稅你把他拉到台灣 拉到台灣來 我們一起來台灣 結果那些人 就要到我們的學校 當小團 沒有讀過書的人 或者小學畢業的人 都要到我們各個學校 當小團 很重要的職務 當然我們台灣的這些知識 都不同意了 可是你們就跟美國 跟日本人講說 你們不能去日本的男子智慧 要不然美國人直接來佔領我們 結果美國人不高興了 因為你這樣 這樣的一個政策 違反了什麼 違反了美國的 怎麼樣 法國共的承認 所以他們就不得不 做美國人負責這樣的行為 因為盟軍把日本放棄台灣 交給盟軍來處理 其實有最大的用意 是說 希望台灣不能回歸到日本 只要不然的話 那世界很危險 就是違背 違背了 違背了盟軍的這個 所以 美國人大使也不願意把台灣放棄 再者不一樣 在他們的策略裡面 是不可能這樣子做的 最後不得已把蔣介石引到台灣來 台灣來之後 他們就開始從1945年10月25號 那是軍事戰友開始 他騙我們說台灣光復 因為台灣根本沒有辦法 沒有光復的物理 台灣沒有光復的物理 因為台灣那時候 已經被納入了日本帝國民物 那蔣介石沒地方去 美國又不願意給訪日本 美國又不願意在台灣這樣 因為美國的一些幕僚告訴 麥可阿瑟將軍說 欸 我們不要再有一、二個 那個 波羅里哥 波羅里哥 我們就說 為什麼 因為那個幕僚就告訴 麥可阿瑟說 我們養波羅里哥養了幾十年 再養個台灣 我們又要多養台灣幾十年 四千 他講四千年 也就是說為台灣未來 對我們美國那時候 稱為一個 沒完沒了的一個 什麼孤單 美國 那個 美國告訴那個 波羅里哥說 欸 你們自己鼓勵好不好 他們民調 那個公投辦公投辦一辦 百分之八 八十以上的人民 所以說要配成美國的一州 美國說 我們不要 我們憲法裡面 一定不能再成立一州 所以美國不願意 接受這樣的一個 他們公投的結果 為什麼 因為 第一個 你被美國保護 也有一個好處 第一個 國防的計算 都可以捨下來 外交都交給美國人 有人欺負我們 有人在幫我們打 哪裡不好 對不對 當然我一做也很說 但是現在美國人的政策 不是這樣 美國人也不可能 再接納第二個 所以拒絕了台灣的要求 只有只剩下第三個選項 你們只剩下 中國軍事政府來 建議 所以 中國軍事政府一來到台灣 就借言定就下 事實上借言 那個不叫借言定 軍事政府環境 根本不需要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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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之後 就發生1947年 二二八事件 因為這些台灣的知識分子 不願意給中國人來統治 所以 就一直把他們的知識分子 一直對抗 對抗 對抗之後 董介石就說 殺掉 前接著就有一些白色 然後之後 我們講解釋就來到台灣 撤退 這台灣就開始了政治列帝 好 我們剛剛講到了一個南海 菲律賓跟越南他們的衝突 那剛剛我講到越南 越南為什麼要跟港跟中國 對抗 第一個當然除了美國的支持之外 最主要是什麼 他們得到了好處 你們知道去年 越南 就是在他的領海那邊抽油 他們就賺了三百億元金 三百億元金 很棒 那如果他再往前 往南海的重量的話 那個有更多 那邊有更多的話 那是不是他們每年都幾百億幾百億的進展 那當然也跟中國 那中國那個9810 猶坦他是往哪裡西沙群島的移動 結果美國說 欸這不行 這個你再往西沙群島移動的話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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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 那個 那個 越南就 在美國的支持下去 怎麼樣 就跟中國 對 中國 可以看的話 後面有美國 撐得 他們還是 有了一些支持 那西沙群島跟南沙群島 在舊金山合併條約裡面 都有回答 都在美國的權力法裡面 又是在美國的權力法裡面 因為在那個時候 在1939年的時候 西沙群島跟南沙群島 已經背著大二的帝國 來納牙他們的民族法 好 好 那麼 接下來跟大家 那個 報告的就是 利益造 各國的利益產生了 各國的衝突 那衝突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 軍備 你的武器一定要提升 他們如果武器不能提升 他怎麼憑什麼 來跟人家戰爭 人家說 海權的力量 跟經濟利益是 是同一件事情 也就是說你的海軍 可以到達的地方 你就可以在那個地方 得到利益 當然 現在的中國 以前是完全不考慮海軍 空軍的 過去的幾十年 台灣的空軍 一直是處於優勢的狀態 都是剩你中國的那個空軍 但是呢 美國又不願意讓我們打 因為美國的政策 所以這樣不要再把 不要再把 魔控之間的這些內戰 變成是美國的事情 所以美國有 不業的地方 所講解釋 他可以收入 但是不業的地方 打不去 那時候 美國的 美國的飛機在台灣的時候 實際上 F5都可以產生 對中國的空軍 有任何優勢 那最近幾年大陸崛起 經濟也很強大 他成為世界經濟大經濟 已經超越美國成為 最大的會不會 一個進口國家 從世界各國進口一些 一些國家的國家 所以他們認為 我們資有錢的 我們可以 他們就開什麼樣 買武器 所以人家 人家不業地 他們沒有能力 創造在航空母艦 之後呢 跟人家買廢物 他們講廢物 那事實上 他們也做出 也在裡面做出努力 也讓那些那個 蘇卡 他們牽食母 能夠降到 那個 遼寧號的航空上 也可以請 那這樣的動作是什麼 是做給大家看 你沒有 我有 他就告訴說 我們有什麼 什麼 他們空憂 開始展示了 然後呢 他就說 我們又有核潛艇 我們有核導彈 我們的潛艇 可以發射到大潛輪 事實上這些武器的東西 他們全世界的國家不像美國 美國所有的武器都是經過怎麼樣 戰爭的試驗 所以中國說他們的武器多厲害多厲害 這不是重點 重點的不能作戰是一個問題 因為你必須要做過 透過戰爭來進行 證明你這個武器是好的 譬如說像美國人突然間說要賣什麼 Apache 那個戰爭直升機 那是地表最強大的那個戰爭直升機 為什麼美國突然間說要賣給我們台灣這種直升機 其實這個在我們國防部一定是沒有這個選項 突然間說要賣 其實這個跟美國怎麼樣 進入亞太 阻擋亞太 戰略再平衡的戰略式環境 美國要回到台灣佔領 美國要回到台灣駐軍 他就會先把一些東西運到台灣 台灣人一直認為說這個飛機直升機是要給台灣五飛的 其實就是聽到一個錯誤的話 這個飛機是給美國人五飛之後 B37也是一樣的 很多東西都是美國人先進來之後他們才會進來 像那個 不是之前不是摘了一架飛機嗎 88號那架 美國人就警告 中國軍方 台灣的軍方有理由 不要來飛航飛機 我叫你們停飛 你不要浪費 不要自作衝 結果他們就STORE 所以就摘下來 然後他們的理由是說天后秘書 你們知道這個直升機是全天后的直升機 怎麼可能會有天后的秘書 人家沙漠 在沙漠寺有作戰過的飛機 怎麼可能在台灣無風無雨就可以讓你再下來 其實大家想一想 就好像有一次 紅石層那個被一槍殺的那個遺族移民 我們不適合派向過去去搶家嗎 派來不適合去搶家嗎 在澎湖就摘下來 為什麼 參數 他們就給你亂玩 亂玩你就摘了 就不讓你再繼續飛過去 那只有什麼樣的飛機可以過去 只有IDM IDM為什麼呢 因為是台灣自治人 所以參數是我們才會自己設定 所以沒有任何問題 所以美國人也很 也常常告訴台灣的這一些高層說 你們要自我克制 你要做給你的老百姓 他們沒關係 但是你們要四個兒子 我們要四個兒子 好 我們先討論中國 平手來在南海稱霸 中國在海南島 海南島是在南海那邊 算是南海的北方南海島 他們在三年內會燒 核子帶隊 那個航空一艦 潛艇一直在造 他們現在一直在造 他們的基地都在那裡 在海南島的三亞市 這三亞市裡面變成是 中國最強大的什麼 海軍基地 他的潛艇跟航空一艦都在那裡 飛機有一個過去怎麼樣 要去跟那些南海的國家 告訴他們說 這邊的利益 你們不能少 我們中國一定要分到這個利益 美國人說 好要分你請拜拜好好的在 唐飯桌上面 可是他們都喜歡先脫腫 也就是說沒有明確的 就先做 搞一些小動作 然後中國現在有很多的先進的戰機 先進的在東海南海 在攻守 但是民事長常講 每次我們上課的時候 每次我們上課的時候 中國不可能打台灣 也沒有了解打台灣 也沒有任何政大性的問題 只有一個可能可以打台灣 就是你還在拿中華民國 在台灣成為一個主權獨立國家 這種的話 那個中國就有政大性的打台灣 因為全世界不可能有兩個中國 全世界只有一個中國 所以我們不要被這些人騙了 這些政客人騙了 而且那個是他的政治 他的政治籌碼 他的政治利益 如果說還是這樣子 台灣獨立如果說還是單純的 走美國的路線 台灣有一天 為一個很欺負 如果不是的話 那個台灣就沒路了 台灣真的是忠心一戰 而且我們這個戰力 不是為我們自己打 是為我們那個中國人 另外一個中國人 中國人在台灣 要不請五百萬人 蔣介石那時候大概一百多萬 成長了兩百八 我說兩百八嘛對不對 也大部分都回大陸了 海商嘛 他們賺錢的大概都是中國的 在大陸 虧錢的都是台灣的 他們早就已經做那個生家調查 現在也台包證 現在你要換證的話 變成什麼 中國的什麼旅行證 沒有什麼台包證 現在台灣就是 你要過去大陸 你是中國人 還是台灣 所以 所以那個 台灣為什麼中國沒有台灣 就除了那裡 美國人很早就告訴全世界 很早告訴我們台灣 說 在1971年的時候 台灣不是退出聯盟 1972年 那個上海公報 美國跟中國就講錯 說 一個中國 台灣不能給你 合併決決 就三百多萬 一直到了中美建交 一樣 還是這裡 一直到了1982年的 817公報 一直維持這樣 也就是說 美國、中國、台灣 美國碰到台灣的問題 是必須要跟中國有一些共識 這個共識 美國一直用這三個公報跟什麼 台灣關係法 台灣關係法 那台灣關係法 沒有人知道 我跟他這樣報告 有一次我們去找我們 鎮長 我們那邊三些人叫陳怡政 我們的鎮長 有一次我們去找他 他就說 因為那時候剛好碰到那個 洪使者的事情 這個是奇怪 是這個很嚴重 台灣還有跟美國 簽了一個條約 我在想 台國什麼時候跟之前 簽過的條約 我怎麼都不知道 後來他說 台灣還有跟美國 台灣關係法 是台灣跟中國 簽的條約 真的是我們台灣被騙了 台語 被騙了還說 那是真的 台灣關係法 是美國的國內法 國內法 那是美國國會通過的一個法案 你們知道台灣關係法 是美國的國內法 你沒有什麼什麼法 意思就是說 台灣 還是美國在 如果台灣的地位 真正的 目前的地位叫做 美國海外未遷入領土的海外領土 也就是說 本土的台灣人 是受到美國憲法的保障 只是受我們一直沒有 拿出這個來 跟中華領土 所以在中華民國 很怕那個美國國旗 那個中西新村的那個事情 美理對於波蘭 他們不是拿著美國國旗 那個警察有感動 美國國旗在那裡 就開始跟刀子 這個怎麼辦 大概 維持了好幾個小時 大概幾個小時 蠻久沒到時間 那 那 在那個過程當中 就有宜蘭縣警察局 那個 那個 單位的一些 就打電話到 那個宜蘭州的辦公室 找到那個辦公室主任 他就說 誒 這個是你們的人嗎 這是你們的人嗎 他就問你們 問你們 主任 主任說 我們不可能做這種事情 我們不可能做這種事情 那個絕對不是我們 你們就秉公處理吧 這樣 這個 這個事情 這是真的事情 結果 沒有多久 他們就被 怎麼樣 就被清除了 然後他們 那些人就不甘願 再來第二次 他們就在228 那邊我們有幾個 不認識的人 他們也跟著過去 我在想說 你住在帳篷 後來才知道 他們是住在帳篷裡面 哇 那麼辛苦 一樣 最後還是被 被拆走 所以 後來我就跟幾個同心 說 誒 同樣掛過美國 國際為什麼下場 這件事情 昨天我看到的一些自由時報人員 他就蹬出來 他說 這個 中心心說 那個 稱為台灣政府 美國台灣政府 這些人 這些人 就有人就問了DID DID DID就說 對啊 他有跟我們接觸過 接觸過 我們不代表要背書 給他們背書 原來 原來 這些人早就已經跟DID的接觸了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什麼 美國 美國不管任何單位 不管任何家庭化 重點是 他們不可以離開法理的教育 什麼法理教育 最基本的法理教育 就在裡面 裡面的 架構 這個是全世界簽署的 一個條例 這個 這種條例的 這個 他的層次非常高 他的位置是在美國 跟美國憲法是一樣的 連美國總統都要遵守 美國總統都要遵守 如果美國總統沒有遵守 他會被打 他會被打 所以美國總統為什麼要動 為什麼要這麼積極 要處理這個事情 這個堅持到2006年 民主黨部門 碰到美國這裡 美國司法院接收了 因為 我們可以上網查 這個 這個 在法院判 那個交鋒 那個他們的 那個辯論 司法 那個他們在法院裡面辯論 法院有一個很經典的 法院 那個 法官很經典的 幾句話 他就反過來 問那個 美國 那個 哈佛大學 那個 派的那個 律師 就問他說 對啦 你一直講說這是政治事件 政治事件 也沒有人跟你講政治的東西 他就回答他說 難道 舊介山合併條約已經 是 是效益嗎 這不一樣 你知道嗎 那個 那個 律師就聽說 他有效 也就是說舊金山合併條約 他並沒有 種子條約 自鬥廢除 沒有 他就是這樣 跟馬關條約一樣 馬關條約 並沒有因為舊金山合併條約 法官條約就解除了 並沒有 條約 國跟國之間的條約也不可能 是因為 單方面 像講屆時 在做那個戰爭時間 二戰時期間就跟全世界講說 我們現在 我正式的廢除馬關條約 沒效了 有沒效了 條約要廢止 必須還要怎麼重新再簽一個新的條約 才有的廢除 那麼舊金山合併條約 並沒有法官條約 有的廢除 他在條約裡面 就已經 明錄了 例如像 朝鮮 第一條 第二條 就是 就機山合併條約 第二條 第一項 就是說 日本承認 朝鮮 獨立 就直接 從馬關條約裡面 抽籤的請條出來 不意味著把他條約進去 自動 自動 失效 並沒有失效 我為什麼要講這個模型 這個很重要 就是跟台灣的意味 台灣的主權 是絕對有關係 是絕對有關係 因為 從簡單來講 應該大陸書長都有跟他講 台灣 是那個編長 調約來是台灣 加起來 還是台灣 就這麼簡單 好 那未來台灣的 對釣魚台主權的 那個美國 他必須問最後一個主張說 那個釣魚台 是 當初是台灣管轄區 台灣管轄區 所以台灣 我們現在台灣有兩個去那邊鼓 因為日本 那個 那個南英九講的說 東 東海 和平倡議 然後日本 當然會投幣 他怎麼會不投幣 但是 他告訴你 你們只可以鼓勵不能 怎麼樣 登堂 不能 怎麼樣 去挖底下的人 因為主權 怎麼樣 還有問題 為什麼 因為中國一直認為說 如果說 現在的台灣的當局 不能舉張 這樣 有關這種權力 一切的權力 給挖礦都不行 那 因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說 我們是 中國的合法政權 所以講屆實的中國 我們有基層權 中國有基層權 他們利用這一點說 台灣 台灣跟 台灣跟 調約都是他們 主要的目的還 就是那些 裡面的實力 裡面的一些實力的意義 所以這個很重要 未來台灣 能不能幸不幸福嗎 我們這個法理對台灣 真的是 要配救台灣 那算是我們 很重要的一個依據 全世界都會認同的依據 很多東西不是說 我當公司承認 全世界都要認同 那是你的才是你的 就要像 有幾個 像 最近我聽到的消息 他們說 不要利用台灣的原住民 來搞台灣合約 這樣也可以搞 這個也行不通 這也行不通 因為 全世界的人 會有認為台灣是台灣的原住民 不會有承認 因為 你沒有得到全世界的公告 跟全世界說 台灣是我們的 然後呢 我現在變成是這個台灣 主權力的一個世界 所以這些人 這變一些 一些奇奇怪怪的那個東西 因為這個東西 這樣的事情 真的行 如果可以的話 就可以了 不必用 但是一個重點是 台灣現在絕對不能動 那麼不必的 一共的話 我們台灣就無解了 真實無解 台灣先把中國的事情 切割出來之後 才可以擔自治來 對來的一些未來 才可以擔台灣的未來 最主要的是 台灣周邊群島的食用意義 台灣才有機會能量去取得 去享受這些食用意義 這才是重點 好 第二個 我們來看日本的軍備 我們在上律師長的課的時候 他就告訴我們說 因為這個東西我們不知道 他告訴我們說 你們來想看日本 日本至少有幾十艘強勁 怎麼可能 因為他是被 那個 他是那個 智慧隊 他不能 他的軍備 是不能 像一般的模仿軍是一樣的 那我勾勵 他才知道 我才知道說 喔 原來基本用這一套 他幾十艘潛艦 為什麼會很多 他們有兩個 很重要的製造武器的那個 那個 那個 那些公司嘛 企業 第一個就是三年就多 第二個就是川景造成 他們從2005年開始 每年造一艘 現在幾年 2014 幾艘了 我們大概也不知道 每年造一艘 一艘造完之後 一艘一年服役就儲役 很新的船 那個潛水艇 一年服役儲役 把它放在那個墳場 一年儲役 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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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止幾十艘了嗎 就是逃過那個什麼智慧隊的那個 美國當時 所以 美國 那個中國人當然怕他們 每次都罵日本之後 啊要看那個經國的復併 經國中醫的復併 日德沒有台灣 他也不敢 因為台灣對日本 還可以講 這麼多 台灣對美國來講 有 有沒有 不所謂 可是對日本來講 這麼多 因為對美國來講 我們不想跟中國鬧了 台灣給他們 對他們來講 無所謂 他比如說我不要 如果台灣 如果說南海跟東海 沒有石油利益的話 美國可能不管台灣 不管台灣 很有可能 但是 有好在有的石油利益 欸 就 如果這個升級就出來了 日本跟 美國對台灣 那個什麼 他們的地位差太多 為什麼 而且 我跟大家報告 如果中國打台灣 第一個跳出來的是什麼 日本 絕對是日本 不是美國 很多人都認為是美國會跳出來 美國會變來變去 那利益在哪裡都不變到哪裡去 除非有條約 或是法律的 去控制 要不然 不太敢 他都不能講美國 因為這個會送到美國去 很多講那個好話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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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什麼 第一個跳腳是 我告訴大家 台灣 算是 跟中國最近的一個島 在第一島內 算是跟中國最近的 也就是說 那個 他的航空母艦 航著 東西巷 都被擋住 日本的山船 這個 國際通道 中國人就會 怎麼操心 這個是我的名牌 誰要跟你收 什麼 你不要過目 對 老子不高興 不讓你這裡 你知道 如果 中國被台灣併魂了 日本要怎麼繞到海南海 你知道嗎 他會經過 經過哪裡 太平洋 怎麼太平洋 到澳洲 找到通道之後 經過赤道再上來 你想他是幾倍的 民權 幾倍的 當然日本要第一個跳腳 對日本的經濟會造成很大的恐怖 所以他要 尤其對東南亞在協定上 尤其日本有很多東南亞的一些廠商 廠商 工廠 但他對東南亞品就斷掉了 所以台灣人自己在嚇自己 上面嚇我們 然後我們自己嚇自己 很多事情是不可能發生 就被說到之後 講了一百次 它就會發生 事實上不會發生的 但是被說成會發生 台灣幾十年 那六十八年 在三十二年 軍黨一百年 你一直講 喔 台灣會被中國併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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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 可能都相信台灣會被中國併服 其實你們來的時候是不是有價錢 老實講 如果說你沒有 你還沒有接觸到怎麼發生 大家的認知 一定是怎樣 說話好 像有一個 它是一個蘋果日報的記者 不想講 我們就在裡面 比如說 中國要把台灣吃不掉 怎麼當作 咦 原來在他們的範圍的話 他們的群體裡面 都是這樣 台灣會被被中國併服 被中國併服 就很悲觀 台灣沒有為了 你們明明被大 被 他們現在是 這是一個中華民國策略 他就是說 拿中華來脅迫台灣人 比如說 你們要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邊是民主體制 這邊是共產體制 你們要哪一個 我們被強迫去選擇 我就是後來我就回他 他說 我們難道沒有第三個意思 他就把他一戰 並不接近 說 沒有 只有這兩位後人 你看 如果說沒有 秘書長 沒有很認真氣球 這個 把這些證據拿出來 恐怕台灣人 就會被這樣做掉了 就會被這樣做掉了 也就是說 中華民國其實一直有這個企圖 永久佔領台灣 因為中華民國永久佔領台灣 有一個好處 對盟軍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 台灣不會回到日本的身上 他們就可以怎麼樣 海裡平安 最近那個東南亞才不會 因為日本的關係 日本的壯大怎麼樣 又回到一百年前 日本開始侵略一個國家的 日本的實現 好 接下來我們再看美國 美國在紀錄舊基上海的表約 那個意見舊基上海的表約 他必須要擬行他的義務 和他的責任 在美國人來講 為什麼 南海跟東海的一些流域 跟他有關係 因為這是美國的利益 如果歐巴馬不走這個東西 他在美國都會被修理的來自 為什麼 在舊金山和平條約的 二十三條的地 美國是台灣 是美國的主要佔領 主要佔領 我們可以上網或者是在書上 書上可以比較少 就是很難翻 就是你要找那個上網查標 就要看舊金山和平條約 他們要選出來的 要不然你們查那個 台灣民政府 之舊金山和平條約 那邊寫得更清楚 他說 二十三條A說 本條約 本條約就指舊金山和平條約 主要佔領的就是 美利監眾人 那重點是在第四條B 舊金山和平條約的第四條B 美國對日本的領土 例如說 西沙南沙 釣魚台 台灣 琉球群島 所以日本的領土 有組合群 這個是在第四條B 日本承認 前述二條三條 二條三條裡面 就是在講日本的財產 美國軍事政府 對日本國民財產 充分的所有權利 那也就是說 山上 天上飛的地下 海底 長出來的 權利在誰手上 美國人手上 也就是要踩死 美國人 很多人 當然要這個實驗 看哪裡 他拿中東花了多少錢 你知道嗎 五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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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二台幣 第四 三十 三十 一百五十兆 一百五十兆台幣 大概是台灣幾年的行政院預算 我們一年的行政院預算 我們的稅收一年是一兆七千億 一兆七千億 沒有兩兆就好了 一百五十兆要幾年 七十年 不過 稅收 也就是美國打了十幾年 中東戰爭 什麼好處也沒得到 一定到我再打馬達 我一個好處就是賣了武器 不過賭那個財政的那個支出 所以美國人這種教訓太透了 所以他在回到亞太地區的時候 歐巴馬 畢竟他是Huffle的 很精算很會精算 他說回到亞太 真的要打我們打那個不花錢 不當不花錢還可以賺錢 這是歐巴馬的策略 為什麼 他厲害的一點就是 他因為日本可以 美國可以直接控制那個 控制日本 因為救濟戰的病毒 他叫他扶起來 就好像今年的4月24號 這是個大日子 這個是大日子 真的是我覺得這個日子 值得掌聲鼓勵 你知道嗎 我們4月24號發生了什麼事嗎 歐巴馬跑到日本 跟安倍晉三講什麼 解除日本的那個什麼 集體自衛全球 禁令 關鍵 4月24號 你上網查 裡面有幾個重點 或是歐巴馬親口講的 也是美國立任總統 第一個 公開全世界講 有幾個重點跟大家報到 第一個重點 我記得了 因為今天沒電啊 我便是你 是 我不行 這樣賞 我結束 就是